综艺大热门,日前播出最新一集抓人早下班的主题其中由吴宗憲 陈汉点击Lulu三人带着来宾闯观看似没问题的节目桥段 却在播出后惨被炮轰经过某一层楼时 子涵穿着超迷你的短板旗袍扮演的性感的吸血鬼 抓到了正开门的赵哥没想到赵哥不仅没有逃跑 反而冲过去用力抱住对方 正面三贴就算了,手还不安分的在背后上下摸 子涵整个人动弹不得也无法挣脱 Lulu在旁边大喊放手 放手 赵哥竟然还回答,我加减占一点便宜 子涵穿着超短板的性感旗袍 因为赵哥的用力拉扯他似乎整个 节目还用小草莓后置遮住只见其袍被越撩越高 子涵死命的拉着裙子虽然子涵挣扎又惨大走光 赵哥仍没有要松手的意思 Lulu上前用开玩笑的方式说 我要保护鬼,但赵哥却继续抱着不放 还说自己是为了效仿,失速列车,我的血被吸没关系,你们走 网友们看了相当气愤 赵哥根本是鬼王,比鬼可怕 赵哥吃豆腐完全是不掩饰,就是想干死人家一样 对赵先生好感度急剧下降 赵哥这样算是骚扰了,观感真的很差 吃豆腐没在手软的 赵哥真的over了 看到子涵更扯出去直接抱了 而且抱到子涵了还不松手 赵正平你会不会吃豆腐吃得太过祸啊 赵哥每次录影前都要喝酒,然后失控,不但打工作人员还吃豆腐 非常有问题 29-30秒